今年夏天是我們一家遠離空調的第十年 我小的時候住在北京的胡同里 那會天熱了,用蒲扇 天冷了,穿棉衣 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可以从小就了解 尊重并且能享受这一年四季的变化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我們搬過三次家 這是我現在住的家 在這個家的設計中 我最重視的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功能 每天吃完晚飯 我們就圍在這張長桌前 要么看書、玩紙牌或者做手工 這面黑板牆是孩子們最喜歡的了 他們會花很多時間在這裡劃來劃去 會方便拿取粉筆 我在牆上挖了一個小方洞 製作了一個粉筆盒 整體的書架牆是我過去幾個家都會有的設計 在我家會盡量的少用iPad手機 我們過去大多數人的家庭 客廳的基本配置都是沙發圍著電視 在我們家電視機平時是這樣藏起來的 家裡的主體結構改動比較大的是這個樓梯 原來是直上直下的延伸到了客廳 破壞了這個客廳的完整性 於是我花了好多的精力想辦法把樓梯在這個比較窄的空間裡轉過來 然後用木格山作為空間的分割 二層這個空間我把它做成了禪堂 禪堂相鄰的是孩子們的遊戲空間 這兒有爬梯 有登山繩 在上面我做了一個小歌樓 這個地方是完全屬於孩子們的秘密樂園 女主人通常在廚房待的時間是最多的 要是可以讓廚房更加明亮 我相信在她做飯的時候心情也會很好 我把側面的花園做了玻璃頂 用木頭圍合成一個半封閉的通透空間 我在這兒放置了搖椅、長凳 使這個原本消極的空間變成了一家人 都可以在這兒一起聊聊天看看書的地方 設計自己的家 我一直在提醒著自己要適度 不必要的東西越少越好 哦 哦 哦 恩 號 石